Hello,大家好,我是Danny 今天来到美国小课堂第四讲 OK,那么今天我们会谈到一个什么话题呢 就是美国的股市啊,它是不是自由市场呢 或者说很多人认为,因为毕竟美国市场有一百多年 它的各方面的金融机制都比较完善 而且可以达到我们所说的这种自由的效果 也就是让市场自由在发挥作用 但是真的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吗 那么我今天的小课堂分享呢 就会给大家带来这一方面的解读 OK,那么还是一样,这是Homily Chat出品 那么Homily Chat呢,是一家做股票分析软件和股民培训学校的公司 那么所以我今天的课程的话呢 会重点围绕着支持体系这一块来给大家做分享 OK,那么首先的话呢,我们来 既然提到了美国的股市 那我们肯定要看一下美国的股市,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Homily的投资理念当中的第一句话 叫先大后小 那我们一般就是先看股指,对不对 指数吧 OK,那么讲到美国指数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是震撼 震撼什么呢 就是不管什么时候打出来 你就会发现都是在涨 虽然短期可能调了几天 但是调完几天之后呢 它又在接着涨 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会说 它是百年大牛市 然后最近十年呢 它一直在走的慢牛市 也就是不管它是快牛还是慢牛 它就是牛市 好,那可能很多人会说了 那为什么它会这么一直走牛呢 还有这些钱到底是哪里来的呢 因为上堂课我们讲的时候讲过 那股价为什么会上涨啊 它肯定是资金不断的注入 然后推动股价的上涨 但是问题是 怎么会有那么多多钱 不断不断的持续注入 然后呢 能够达到这么创新高的位置 而且还能不断的创新高呢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引入一个概念 什么概念呢 就是我们需要知道表面上 它的股指在不断的创新高 但是它其实的内在的动力是什么呢 叫轮动 当然我们先暂且不说 到底是从什么样的这个股票 去轮动到什么样的股票 我们先说一个概念 叫板块轮动 我相信不管提到哪一个市场 如果大家真的有在参与这个市场投资 有学习过 或者说有自己一套方法和理念的 应该都会知道板块的效应 就比如说我们突然 然后有个什么好消息 可能对于某一个行业是受益的 那么它就能够通过这个热点 或者说通过这个炒作的题材 它就能吸引我们所说的资金 然后去注入这样的行业和板块 好 那么既然谈到板块轮动呢 为什么呢 我们举个例子啊 股市它的这个指数啊 它想要一直不断的涨 它肯定不是同一个板块 或者同两个板块一直不断的往上吧 为什么 因为很多的板块 它如果所处的是周期性行业的话 它肯定都是有间歇性的 比如说它可能好了一段 然后可能会低迷一段 然后可能又会好一段 所以这个时候 它怎么能让指数不断的涨呢 就是肯定是在不同上涨的阶段 都是由不同的板块所推动的 所以这个呢 叫板块的轮动 好 讲到这个的时候 大家应该知道其实最近十年的曼牛 我们提到比较多的就是科技公司 然后很多人也提到 哇 只要一提苹果 苹果绝对是美国股指的风向标 那你就会发现 就是因为这些比较好的科技公司 推动了最近这么长时间的股市的上涨 好 那问题来了 那股市涨 我们做股票就赚钱吗 你们会发现不是这样的 因为你会发现最近的指数一直在涨 但是你也能够看到一些资金的指标啊 你也会发现不断的提示你资金其实在慢慢在撤出的 我们说叫流出市场 但是你会发现大盘的一些指数股 也就我们所说的权重比较高的指数股 他们所谓称之为叫蓝筹股 其实是在不断的涨 而且每天在不断的创新高 但是你会发现绝大多数的公司 其实是没有创新高的 而且是在不断的跳水的 那我这个怎么去解读呢 好 那么讲到这个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个美联储 非常神秘的机构 为什么 因为可以说全世界的人都会关注美联储 我还记得前几年刚开始参与美股的时候 我就会一直关注美联储的信息 为什么 因为只要它的加息和降息 只要一做决定 你会发现它牵动的全球的市场 我不能说它牵动的是很长的时间 但是至少牵动第二天指数的上涨或者下跌 影响哪个国家的市场的上涨或者下跌 影响力非常大 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最近好像不是这样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来先看一下 首先最近一直在做的事情 可以说从今年开始吧 也就是说我之前给大家提到过概念 它最近今年做的三次降息 都是一种叫做预防性的降息 也就是它会对未来的经济放缓担忧 但是呢 其实还没有到说这个多么严重的程度 所以它每次降息的比率都特别的低 但是它连续降息的目的 其实就是为了 未来可能会担忧的不好结果的出现 来先做铺垫和做准备 那么最近很明显的就是它在放水 那可能很多人说了什么叫放水呢 其实最简单来说呀 它就是向市场注资 好 那么讲到这个的时候 我们就要提到一个回购的概念 但是后面我会有专门的这个 就是可能课堂啊 会专门的去讲这个回购 在这里我就不做详细的讲解 但是我们就提一下 那么它向市场注资 那么注资到什么样的个股 或者说什么样的行业它能够影响指数不断的上涨呢 讲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要提醒你们 指数的上涨肯定是权重比较高的 蓝筹股对于指数上涨影响会比较大 所以你们就会发现 对于政策来说 它其实不能够改变这个指数 或者说我们说的这个走势的长期方向 但是它如果想要改变短期趋势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好 那么所以如果提到这个的时候呢 我们都来简单的看一下最新的资讯 讲到最新的资讯的话呢 首先第一条资讯 大家应该都有关注啊 就是今天也就是周四凌晨 美联储呢公布了利率的决议 维持利率区间呢 是在1.5%到1.75%不变 好那你们就会发现 其实你们要看一下美股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也就是这个消息一出 它没有对市场有什么样的影响 讲到这个的时候呢 我们就来一个形象的比喻啊 比如说假设你现在看恐怖电影 怪物呢突然从门后跳出来了 你什么感觉 很可能你吓一跳 尖叫一下 没错吧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没有预料到 但是假设同样的恐怖片 你一直看一直看 你都看了20遍了 然后怪物也是每次都从门后跳出来 然后呢 你会发现你什么感觉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你根本就很清楚的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因为你的预期跟现实是保持一致的 你没有意外 那没有意外的时候 自然就不会有什么感觉啊 那么同样 对市场也是一样 市场现在目前对于美联储的一些信息 基本上的预期是 它也会维持不变 为什么 因为最近发生的事太多 包括12月15号 这个中美的这个贸易 基本上能不能达成协议 还有包括 现在目前很多各个国家的地方都会出现一些可能会影响全球经济的事情 那么它肯定更多的是维稳 所以如果大多数人的预期都是觉得它不会做任何的改变的时候 你会发现结果果然如此 那自然就不会有什么 但是你会发现前一段时间如果它出来一些消息 比如说非农数据 它好于预期的话 你就会发现 哇 对市场就是刺激 那你会发现一下权限都是青色 为什么 它都就是一种刺激的上涨 为什么 因为它好于预期 它是真正推动股市的动力 大家要知道 其实不在于这个事情的好或者坏 也并不是这个消息本身去推动这个价格的走势 之前我们讲过 任何消息都会被股价所包容和消化 怎么包容消化的呢 其实就是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的反应 这个反应让它做出的决定 这个决定让它在股市当中参与交易 它的买的行为和卖的行为所决定的 好那问题又来了 那到底是什么影响它买和卖的行为呢 其实真正的驱动力是实际发生的事情 和预期发生事情之间的差异 所以当没有什么差异的时候 那它自然就不会引起很大的波澜 但是一旦有差异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不管往上涨还是往下跌 都是因为它的预期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所导致的 OK那我们谈到第二个 第二个资讯呢就是 NASDAQ交易所今年呢 融资额可能是大概七年以来首次超过牛交所 可能很多人会说了那为什么是七年呢 因为七年前Facebook的事情 就是也是因为正好是它上市的时候出现技术的故障 所以其实很多大的公司啊 它可能还是会对于NASDAQ的交易所可能会有一点点 我不能说是犯处啊 但是肯定会保守期间会选择纽交所 但是你会发现今年 这个融资额度如果开始超越纽交所的话 那么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有价值的信息呢 我希望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NASDAQ交易所和纽交所的区别 那么在这呢我就不详细讲了 如果你想知道这个最新的解读怎么解读 你要先了解一下基本的概念 那么后面呢我会更加系统的内容 会在12月的21号22号的美股俱乐部上去给大家做分享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刚刚一直提到的 12月15号也就是本周日 对中国征税 讲到这个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引用一个摩根 也是摩根大通 我们叫小摩吧 小摩的CEO 那么他预计的是什么呢 他预计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 将会达成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但是会警告 警告什么呢 就是说特朗普现在目前的新关税浪潮 它会冲击市场和美国经济的增长 因为你们要知道啊 这一次他要征税的对象 玩具和智能手机 一共是价值1600亿美元 那么你会发现 如果对这些消费品进行征税的话 他会进一步的拖累美国的GDP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 大家再看一下 像中国的话 其实已经很明显 它开始在开放金融服务领域了 所以呢很有可能会构成达成初始的贸易协议 但是我们都知道 一般这种事情 它永远都是停停打打打打停停 so其实对于这个事情也是一样 它对市场的动荡性大吗 不是很大 但是真的达成协议了之后 会能够有什么样的推进吗 可能也不会有实质性的推进 但是只要它是这么缓缓的走着 它可能对于市场的预期和现实之间的差距 就没有太大影响的话 那么这个市场可能还会沿着原有比较平缓的趋势走下去 好 那么所以呢 讲到这里的时候 就要给大家说 我在这一次12月份会讲到的美股俱乐部当中 我会重点通过比较系统的去讲解全球的格局的分析和解读 因为这对于美国作为一个金融霸权的这个主导地位来说 美国的经济 美国的股市真的牵动着全世界 第二个的话呢 我也会说到 现在因为毕竟可以说科技发展之后吧 基本上的信息都是满天飞 那么上次我给大家谈过 那我们怎么去挑选 然后怎么去解读有价值的信息呢 那么这一些的话呢 都会更多的精彩会在我们这一次的美股俱乐部 那么讲到这个的时候呢 我有必要去提一下 这一次我为美股俱乐部这个分享会 我准备的东西 可以给大家看一个图片 那么这个的话呢 是我差不多有建大概20多个word文档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有差不多 每一个方方面面的内容 其实我都有涉及到 因为这一次我讲的不是零散的东西 我讲的是一整套的东西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对于美国的市场 还有包括美国的经济 以及整个大的经济形势 我们当我们能够有一个更清楚的了解 能够对未来有一个更清晰的预判的话 它对于我们不管参与什么样的市场 我相信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因为任何事情它全都是相通的 好吧 那么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详情呢 可以咨询我们的Customer Service的Hotline 那么大家可以通过WhatsApp联系 那么电话是017-2406-258 好吧 那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小课堂第四奖 就讲到这里了 好吧 谢谢大家